第六月初传出以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旧金山办公大楼之后 最新消息又指出海航集团计划将纽约公园大道245号的部分股权 卖给SL格林不动产公司 但交易的细节尚未曝光 公园大道245号是纽约市一栋高198公尺的摩天大楼 之前曾被称作是美国烟草公司大厦 美国布兰兹大厦以及贝尔斯登大厦等多个名称 海航集团去年以22.1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纽约公园大道245号 创下曼哈顿办公大楼最高交易价之一 如今却传出出售的消息 海航集团在2016年到2017年期间 透过举债大量收购海外资产 但之后因为债务成声开始出售资产套现 根据彭博6月15号的报导 海航集团光是今年就已经出售了将近150亿的资产跟股票 如今在传出纽约资产也在出售名单之列 海航集团的债务危机恐怕岌岌可危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海航集团上的提供